各位老铁,下面服装的推广环节千万不能跳过 这一期可以说是解说件广告环节的新高度 而且呢,最最实惠给力的春季新品活动即将呈现 对吧,春季新品服装店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特别酷的联帽休闲外套 版型属于韩版,印花略带一些中国风,超顺滑防风面料 让早春的寒意,不能清洗您的肉体和心灵 来看特邀女嘉宾的实拍展示,穿起来落落大方 这种大面积的中国风印花也是很潮很有特色 面料质感真是又顺滑又圆 主要呢,穿在这个女孩的身上还特别的有弹性 戴上帽子后啊,只能说酷酷的啊 如此帅气夹克忍不住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呢,介绍的是这款太空棉的小卫衣 无论是打底穿还是外穿都很好看 太空棉的特点就是让衣服更加笔挺垂直 不容易起皱 实拍中能看出来质感很强烈 印花色彩呢,也很鲜艳 这款属于纪念啊,即将退役的NBA传奇人物 科比的穿起来不光好看,还很有意义 太空棉面料的衣服上升后真的是又挺拔又圆呢 啊,注意 外套和卫衣搭配套餐购买的话 加30块钱就能任意换购店铺里面的三款全棉休闲库一条 都是价值近百元的休闲库,30块钱,还有更实惠的吗 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件半价专区的全棉的长袖T恤 点开专区里面看到这四款高品质的T恤 下单第二件全部只要半价 比如这件白蓝拼接款,非常的时尚啊 这个HOP字样的印花啊,也寓意这个新春新希望 实派的细节展示可保证做工品质 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活动力度大 而把产品质量做低 全面的T恤穿起来 哎呀,这个还是又柔软又圆啊 这么给力的新品活动,赶快输入qsdota.淘宝.com 进来逛逛 开学季已经接近尾声 小老弟的外设店继续给各位同学准备了炫酷的装备 以及丰厚的礼品 首先全场包邮 全场包邮 全场包邮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买就送小老弟签名照 全店满99元 加9元即可换购超大桌垫 当然桌垫也为大家准备了隐魔 海贼王等图案 不仅如此 自拍杆 精美手表等一系列实用的赠品 任性送 继续为大家推荐这款 由美国漫威影业正版授权的 宜博M639鼠标 美国队长 钢铁侠等七种风格 供大家选择 那么今天我强烈给大家推荐黑白两款列文版鼠标 白色颜值与气质并存 时尚与个性兼得 黑色列文与装甲融合 加上光效的演绎 让M639黑色列文版充满了战斗气息 时而 如红色容颜翻滚的热浪 时而 如未来时空的科幻迷离 五色呼吸灯效 在列文工艺的透露中更均匀性格 现在购买列文版既可获得超值的实践礼品之外 还可额外赠送一块精美手表 再加上酒员换购超大桌垫 各位亲爱的浪子党成员们就问你们牛不牛逼 PGAK40升级了 加入了更强大的红定义驱动 支持全键红定义灯光模式更是炫酷至极 无论是外观手感性价比都是大家非常值得入手的 外观采用金色面板构成 边框散发的幽蓝的灯光效果 悬浮按键和透明上盖设计 让这一款键盘科技感十足 多种可任意调节的炫酷背光 为这款键盘增添了更多色彩 不管是低调 奢华 都可以由买家任意选择 有87件和104件 更有青轴和黑轴两种代表轴 青轴有着清脆的按键音和超强的敲击感 不管是游戏还是办公都非常实用 黑轴专为游戏设计闪电灵感一触即发 绝对先发制人 这款机械键盘是小老弟精心挑选的 超高性价比机械键盘 销量爆表 好评如潮 最低只要299元 绝对物超所值 现在购买还可获得7件超值礼品哦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情书最新一期的DELTA第一视角 这已经是记不清多少期啊 路管般手速的卡尔了 就像我们记不清自己已经录了多少次一样 那么像这样啊精彩的局经典的局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视如珍宝 因为看一次就少一次了 如果说啊路管般的手速分为上下两级的话 我之前的卡尔啊只能分为上级 而这一期以后的卡尔啊一定是分为下一级的 简单来讲呢啊 呃之前的卡尔呢都是路波啊 也就是说呃是打了之后再解说 而这一盘的卡尔呢就是直播的时候打的 然后还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之前的卡尔是大家都啊已经看到过的 比如说吹风三连 比如说冰雷 又比如说啊 归要卡尔 而这一期的卡尔呢 呃要说到一个呃就是说一个点啊 是什么点呢 就是我是观众如衣食父母啊 呃从在观众们的要强烈要求下啊 和这个抱着非常大的期望下我我的卡尔啊也越来越紧越来越就是熟练 那么啊为什么我是观众如衣食父母呢 那很简单 观众朋友们啊就等于说是给我吃给我喝又给我指路 那就像是父母一样 所以呢呃我们在这样英雄的要求上操作上对不对 肯定是要精益求精 然而在解说讲解对吧 说话谈吐方面呢 我们一定是因地质疑 是吧 所以我们呃完了之后对吧 做人要饮水思源啊来报答观众 所以这一期的卡尔呢 应该是多塔一很前卫的一种卡尔的打法了 就像可以说是大家如果打多塔二的话 就可以知道多塔二的核弹卡 但是在多塔一里面限制太多 我可能啊这个操作照搬是搬不太过来 但是我知道啊也懂 那么在呃所以说我是我一向是呃是自己和观众是平等的 但是观众是是我呢就有点不太平等了 就像这局这就是打到他吗 五个人在中路开局三十秒拿下我的狗拿下我的人头啊 这让我非常的困惑 观众们是为什么就是好像是爱的越深啊 他恨的也对吧 爱和恨的比例为什么是相同的呢 我对不对 作为一个解说家主播 可能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对我 这就是这个有时候啊 他直播的时候 呃难度方面要很高啊 呃 我记得这一局呃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中路的一个对线 包括呃 就是精神上的压力 其实啊 就是因为这样的有时刻的不平等啊 才造就了我就是能够扛压 对吧 呃 这局我对线的是一个小白啊 然后我的出门庄呢 也算是不错 出门庄有一个有补给啊 然后再有一个这儿 我一个天火没有砸中 但是没有关系 用普攻A死了对面的小白 一分五十秒啊 在补刀上应该有所卡局 但是还好队友帮我游了一次 呃 我的人头数现在是 零分钟 开局死一次 一分五十秒的时候 又拿到了一个人头啊 在经济上虽然说是补刀不占优势 但经济应该还是一个五五开的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啊 呃 应该有几万啊 可能会抱怨说 哎 小老弟 这你就没成语了 这 这局明明啊 我在这个 直播的时候 看你打过 你还放出来啊 这你看就做的好像不太对了吧 这个没关系啊 因为呢 这个 世界上本来就是 是不平等的啊 为什么不平等呢 你你看这局游戏 你就可以看出来 你看这个VS啊 呃 你还看这个白牛 你就看出来了 你看这个 我们生活中啊 就有很多不平等的事出现啊 你看呃 比如说 我爱他 他也不一定要 一定要爱我 对吧 又或者说 我爱他 他也爱我 那么又没说他 对吧 只不定就爱 同时爱了别人一样 如果看过我这一局呢 我 哎 我说兄弟啊 这个DOTA是这样玩的吗 啊 是不是有点 针对啊 还好我击这个 提前运了大药和小小兰 要不然这个对线 真的是对不下去了 这搞得我都真的有点 不太会打中路 或者说是不太会打DOTA的啊 然后就如果说看过我这一场的呢 我只能说就如果经典是可以回味的 是吧 然后呢 如果实在是不想重复看了 没关系 星期五马上就到了 新视频啊 还是会固定周五更新的 然后我是想呢 在就是一个星期 或者说一个月 能够多更几部视频 那当然是更好的 对我也好 对观众朋友们也好 因为 呃 其实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啊 一个月当中呢 或者 就是生活当中是 还是有很多闲时间的啊 你你喝个茶 或者是你在等个人 啊 或者是你无聊的时候 你就拿起 这个pad或者是手机啊 用这个免费的WiFi来看一看我的视频 你看多好 其实我觉得呃在很多方面啊 我们得就是共同的去 嗯 适应 或者共同的去 进步 啊 你看就比如说这个 呃打DOTA 啊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一个游戏啊 你玩这么 这么多场 成千上万场的游戏 你看就比如说这局 我很少真正的啊 去抱怨 游戏 或者是生活 带来的不公 或者是 哎 你看这个VS又来了 又是中路四个人 我提前给一个添火 但是他已经 垂了我没有提前往前走 我一个小伙人 我后面有个LA 你往哪走 还添大药 这一波 我好像不是特别亏 这个父王还想帮他 顶塔的攻击 可惜我们来的是一个LA 哎呦 松了 我好不容易和这个小白等级拉平 啊 我们接着刚才来说啊 就说抱怨这个 你看 又或者是你看我一个 这个 解说 对吧 面对着各式各样的评论 各式各样的 这个对我的人的评价 或者是 呃 对我DOTA的评价 这个小Y 还会躲天火 我碰到的都是什么对手啊 这一局啊 难道是上天派来 故意惩罚我的 啊 啊 又又 啊 够了没有 够了没有 别推我 别推我 大药吃起来 大药吃起来 天火给上 往后上一上 差点 又死了 对吧 你看看 就是有时候 呃 嗯 就像是怎么说呢 我们用大海 做一个形容啊 你看大海 海上 有海浪 对吧 比如说 大海 啊 海浪 卷走了一个小孩的鞋子 那么这个小孩呢 就在这个海滩上写上啊 就是大海 是小偷 那么有另外一个男人啊 在大海里面捞出了一些东西啊 在沙滩上就写道 嗯 大海真慷慨 然后一个 死男孩啊 在这个 呃 这个海里面 溺 玩水啊 溺水身亡了 那么他的母亲就在海边写了 大海是凶手 有个老翁啊 比如说在大海里 打拉住了宝物 那么他就会写道 大海 真仁慈 刚那波我是真不想上的啊 我一点蓝都没有 我只能接一些小技能 呃 又去送了一波 我靠 又被冲死了一个 我 这个中单 呃 已经不知道怎么玩了啊 那么刚才我们来说一下 刚才的那个大海 对吧 呃 结果呢 啊 这个 各式各样的 人们啊 在大海上写的字 然后一个海浪呢 冲上来抹去所有的字 大海平静的说道啊 如果你想成为大海 就不要在意别人的评判 无论是失去了 还是失败 都不要抱怨 人生 如果容易的话 就不会从哭泣开始啊 但是这会儿呢 我真的快哭了 因为八分钟不到 这个府啊 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 他会出一把 跳到 还好这个天火砸中了 他也把他A死了 我得到了461 然后终结了他的杀人如麻 我笑着说道 没事 我能挺出 啥样的逆风局 老铁没见过 没经历过呀 但是我真的想不通 我一个钟丹 五级 一个父王 八级 这个时候 背景音乐 响起了美人鱼的 插曲 无敌 就如这部电影一样 和一个美人鱼谈恋爱 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和一个美人鱼恋爱 本身也是 上面和下面的问题 对吧 为什么说是上面和下面的问题呢 等一等 接个冰墙 父王跳上来 白牛冲过来 又想干啥呀 老铁 还好这一波冰墙 非常的关键 挡住了三个人 你他 你要的 这样的人多 想干我 我天火CD又冲了 买活 荣耀的背后 刻着一道孤独 买活 就只为一个预判 行命中率 不可以用这个百分比 来计算的一道天火 收走了他的人头 为什么呢 生命中最难的阶段 不是没有人懂我 而是 连我都不懂我自己 买活做错了吗 好像也没有很错 买活做对了吗 好像又不是很对 就像我超出的一句话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 错也错的 很值得 我这个vs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局我就是喜怒哀乐 都表现在脸上 怎么了 我不能欺骗观众 顺风也说成是逆风 就好像是小杰 对他初恋女朋友 说他的小鸡鸡是天堂的号角 他女朋友 整整给他吹了七年 他还是个人嘛 说真的 观众朋友们 也许就是我自详不息的精神 再加上逗逼的解说风格 怎么打 你们都会觉得 我还是有说有笑的 但是这一局 我不是如何形容我们阵容的劣势和局势的颓废 我刚才真的又想买活 到现在为止 11分钟 甚至 已经不敢战线了 我本来这一局还想偷偷的编一个点睛 如今可能是实现不了了 现在呢 我感觉和视野的关系已经不是特别大的 就算有视野 对方也会强干的 而卡尔这样一个平均技能CD要2030秒的这样一个英雄 他大团很乏力啊 命中率呢又低 所以这一局 点睛我就不憋了 对面有府王 我准备 就是先买一个精气之球 称雪称篮 不然的话 府王很可能一个跳 就像下路八分钟不到的那一波一样 趁着有四个小兵直接转个三下 然后把我给单杀了 12分钟 六个人头 阵亡六次 20-12的补刀数 现在连打一个小兵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奢望 刚才来到下路 队友跟我说 他们好像又来了 兄弟 蹲我真的要靠近一点 更何况我们是零控的阵容 唯一的控制还是卡尔的 QQQ又来了 真的来了 我直接切一个兵墙 换不到我 我看到一个红点 飞快的往下路冲 出了白牛 还能是谁 我这一波都没队友来吧 我想这一波我是卖的已经足够彻底了吧 府王要打我的时候 沉默开了个大招 府王没有吼到我 我不能打了 我要去上路摸冰了 这一波我们 对面 对面 VS 武王 加上白牛 放了一套技能 然后我们还没有 我们反打一波 没有杀掉人 这足以看到我们 控制和爆发的不足 唯一的爆发 还是一个低等级的龙鹰 边摸冰 边看看有没有机会炸个天火 收个人头 因为我们 我是 我们天灾方 唯一能够打出输出的英雄 其实刚才那波 我等于是 站着给他们打 然而并没有什么收获 其实我经常把DOTA这个游戏 就是 经常说成和男孩女孩谈恋爱一样 但是这一局就不一样了 对吧 一个男孩和女孩谈恋爱 就是女孩 女生喜欢什么 你就做什么 女生不喜欢什么 你就不做什么 但是像这样的局 就是对面喜欢你抱团 那你就去 抽空打钱 对面喜欢你打钱 对吧 那你就去抱团 夜中我一直注意着上路河道 这有视野 这白牛应该差不多了 预判一个天火 还是一个QQQ 你想干什么 一个八 他一定是有人过来和他想 对 我就知道 这个父王 非常针对我 我切一个隐身 然后跟在他的旁边 哎 好像又是杀不掉 没控制啊 这就打起来非常的尴尬 五个人 追着一个人 我刚才跟很 呃 除非一直跟着 说不定有机会杀 但是我觉得 这点时间 你看对面 难道要被碾压着打 对面已经 小白单推下塔 我们拿他 并没有 什么 好的方法 我们先首先得搞清楚啊 对面的意图 其实对面 现在看我打钱 又抓不到 又单杀了 那个 网友单杀了 对面其实 看着我打钱 他们是很难受的 因为他们 呃 就看着我打钱 又抓不到我 他们是很难受的 他们现在就是 谁露头 就干谁 现在我必须就是 我 既要日 差点打脸啊 现在就是我 既要露头 啊 又要 让对面抓不到我 直接借以身啊 就像这个 谈恋爱一样 要搞清楚 女孩喜欢哪一天 不喜欢哪一天 对吧 你就 通常来讲 女孩喜欢 1月 31日 而不喜欢 12月 1日 如果你听懂了 我这句话 啊 说明你已经是我的 资深 资深贴感粉丝 浪子党的 正式成员 好吧 抛开啊 我们 的 这个局势 要怎么弥补 这种的缺陷 才是我现在 所想的 现在谁都能 吸服我啊 我直接切雷球 走了 甩技能 啊 我的天火 我的陨石 怎么才能 砸到人 这就很 难了 不要跟我说出 吹风啊 其实吹风 这个道具呢 嗯 玩卡尔 这个英雄的时候 我是非常不看好的 首先 他的小剑 非常非常的多 多到 甚至就是 带不 带不掉 带不到身上 啊 我们先待会儿说这个事 我们先看一下 这波团战 他们少一个人 一个人在下路带线 这波 我 有跳刀 我准备一个 预判天火 加陨石 没有想到 这个陨石 这样都打不过吗 就陨石 飘掉点人 这个天火 是完全砸空了 因为我是觉得 这个正在 放技能的小 应该会 接一手拉 哎 说到底 说到底 还是我打击了 我应该是先等他拉 然后我再上去 放天火陨石 我们 这样都打不过吗 梦框变蛋 被 秒打 福王一波四杀 而且这个福王 还是出的密法一些 吹风啊 吹风这个装备 他首先 一千的魔力法杖 然后 875块钱的 回篮的这个 道具 啊 还有 325 再加一个 600的卷轴 这边我再看一下 我来算一下 反正没砸到 他应该是往左边走 才 靠左边走才对 我还是上 稍微砸快了一点 刚才我切瘦的技能 我天火加陨石 想 切一个刀片 然后切成了 W WE 我们打团 完全就是 指着一个沉默大 来打反手 给一个天火 直接升了 直接11级满 升到12级满 打完这部车 13级啊 呃 如果不想做一代币的话 对吧 我们 还是要打钱 呃 简单点来说 就是 有那个 就是说 咱们把它转为 生活上的话题呢 就是 有 有那个时间 嫉妒别人消费 不如多想想 自己怎么赚钱 对面 现在已经是 拿他们的阵容 和装备 还有 对吧 技能 已经开始消费了 当然是 对吧 我们就是 变成了 他们这个 那个白牛又来了 我就不明白了 他还没尝试 够吗 我一个定就能把他给定住 这次不跟他玩了 因为 他满血啊 非常过分的 这个白牛 他无缘无故 他杀不了我 要冲我一下 就是不让我打钱 你说这个 太难打了 这个别是 我 沉默开大招 我直接给一个QQQ 然后更一个陨石 再加刀片 直接死 先走 因为卡尔的技能时间非常长 他除了这个高爆发的技能 甩完之后 他只能切冰墙这种 也是减速剂 但是 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 对面在上路杀人了 这一波 看一下能不能追小白空血 我的QQQ 白牛被谁推走了 两下 被放下来给搞死的 再炸一个天火 A战 A战对 卡尔来说 我觉得还是一个 非常核心的装备 虽然说 对于像我这样 路管般手速的男人来说 CD还是稍微长了点 我觉得应该是无CD 出了一张 卡尔没有CD 不然的话 你有时候 玩卡尔的英雄的这个时候 你会看见 你不管出门出一张 你肯定会关注右下角 你们看一下 现在就是 我切自己右下角 这个又要算 又要看这个技能 有没有CD 就是这本书 能不能切技能 又要算自己技能 差不多的时候 CD好没好 其实这是 很费脑袋的 你又要 就是 肢帮技能的顺序也好 然后时机也好 因为卡尔的技能 就是 这种时间 我觉得 你看啊 凤凰 我们 凤凰要肉一点 他们又来抓我的 他们这应该是 没 他们这应该是没有眼睛的 是来放眼的 这波不是不可以打一次 先手 LA 首当其冲 我一个陨石 一个冲击波 直接拿走 yes 的人头 心灵化尸 对不对 蓝胖应该是有那个 我先不追了 A战斗手之后呢 就要马上开始 我的17级 升到17级 一定要把大招给点满 因为17级的时候 就是你的大招点满之后 那A战就 发挥了最大的效果了 因为你在14级的时候 两级大的时候 好像 感觉不到 其实有人可能会觉得 就是初吹风的话 你像VS 蓝胖这样的英雄 是不需要队友 给你一手控制 而你就能单杀人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这局其实 如果我出春风的话 我单杀 VS 他不是不可能会被别人 就是 保一手这VS 一换一 或者是VS出了这种 针对一下我三连的道具 就很好 哎 哎 我终结了这个 火王的妖怪班杀戮 啊 再跟我跳 我跳到过去 直接开冰墙 对吧 你看这一波先灭两个 然后升到17级 大招加满 QQQ切入 再切一个隐身 因为此地非常危险 我就知道这两个 不会轻易的去抛弃队友的啊 但是他们不抛弃队友的代价 就是让我收走他的人头 然后再一个吹风 在他下来要F我的时候 马上跳走 来切一个雷暴 这个VS和蓝旁都是需要 非常需要蓝的 这个蓝旁居然想跑 我切了一个QQQ的技能 又在CD了 这时候我好像没有什么技能 可以打他了 不过没事 这个蓝旁居然不往家里走 而是走在河道 还要探一个赏精神符 你看他们临死了 还想着钱 这我就一个天火收走他的人头 变态杀戮 终于 换了一个人拥有了啊 呃 4600的存款 买了一个2700 呃 不止4600 我现在买了2700之后 还有2200的经济 可以直接合成冰甲 其实克吹风的道具真的有很多啊 我这个如果不出吹风的话 是怎么连招呢 啊 如果如果是DOTAE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跳过去一个 就是陨石加刀片 当然距离是 你和他的距离是越近越好 但也不要太近啊 太近的话 你如果不 就是这个陨石的伤害会很低 那么最关键的呢 就是这个天火 那天火你知道 没有吹风 没有扬刀 没有控制的情况下 要怎么砸才能砸中呢 就是你在推波的那一瞬间 啊 你 你挂着球 你可以挂着这个 哎 他想干嘛 换我 我直接跳走 然后切个冰墙 他 还有我视野啊 一个推波 一个天火 哎 这个 QQQ定住 他这里没有视野 切一个雷暴 不让他们打蛋 再切一个吹风 准备吹人 一个吹风 吹起了蓝胖 然后再切一个冰墙 盯住他 这边还有个小歪和腐王 腐王直接跳过来 正好我一个陨石 非常完美的陨石 鬼界 看车 输出爆炸 再切两个小伙人 一个冰墙 给上QQQ 谁都不能走 上完蓝胖之后 估计连小白都得留在这 但是正面战场 为何 被腐王 打 被腐王杀了两个 好像 我们现在是三对三杀了小白 杀了蓝胖之后 我给 QQQ没给到 再切一个雷 抱着这个小白 敢不敢出来 跟我火拼一下 你看后面 后排又被腐王给斩了 我就听我不太好放 他没 他没 他 哎 我跳到 我跳到 按了 这段没 跳出来 我 哎 我靠了 这波我太执着去追那个小白了 而且没有A下普攻 那小白跑了 腐王杀了我们的人也跑了 其实我那个天火还是有点犹豫 我觉得我第一时间放的话 因为我不确定 他有什么技能 这个真的太难放了 随便放一下的话 我蓝也不多 不过这波确实我的 你这一下还 哎呀 哎呀 我擦 这个没有吹风的卡尔要怎么三连呢 啊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你推波的时候 那个推波是有距离的 你预判那个距离的时候 天火砸下去 那就正好 吹 呃 吹 推波和天火就都砸中了 啊 这个时候呢 我霸气买活 啊 已经非常上头了 不拿他的人头的话 我 啊 好啊 加了163块 也一样 不伤元气 啊 只伤经济 真舒服 真舒服 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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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BKB的 还来 我直接一个 运势张力头上 QQQ 冰夹 还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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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差不多 1170块 直接推塔 你看这局 其实 我们天灾方 打得 很游刃有余 啊 因为经过 就是有一期视频 我记得应该是 虚空卡面 对吧 呃 抱怨了队友 你看这局 其实我们 呃 打得怎么样呢 就是 都知道 以卡尔为核心 你看这个小白啊 我这一下买活 应该可以说 是买赚的 因为如果不买活的话 啊 就追不到人 追不到人的话 就推不了塔 推不了塔的话 这小白也杀不掉 这都是 连锁效应 而且现在我们 中路 一塔 二塔 一拿 对吧 野区 可以进去了 不然的话 你进他们野区 他们直接这个 不是 随便中路 现眼一放 进野区 除非开户 他们都知道 这样的话 就又打得很被动了 本来就是一个 零控阵容 呃 这局我要不要出羊刀呢 我觉得我就是在 呃 出羊刀 有点拖 如果我这个时候 做一个飞鞋代线 因为我其实自我保护能力 已经很强了 除非对面就是 呃 小白跳刀 然后这个白牛 直接呃 一冲 然后一个大 一条技能把我秒了 如果他们是就是 一个一个 不太集中 一个一个过来的话 我应该是 反应的过来了 啊 我除了有吹风 刀片 隐身 冰墙 这样逃跑技能 啊 如果敢呃 边逃跑 然后对我边来的话 我又可以一些陨石 这样的伤害技能 来进行一个 反打 所以呢啊 羊刀就先不考虑 考虑到的就是 带线 然后还有一个 他们 小白跳刀 跳刀之后呢 呃 如果白牛先冲我 我就很可能 被他们一套技能秒 因为考虑到这个 所以我决定 飞鞋之后 直接出BKB 你看这个时候 小白就很不怕我啊 我想他怎么不跳走啊 我直接一个吹风 一个冰墙 然后一个隐身 呃 甩开他们两个 其实从那次虚空的视频 出来之后啊 我深深的反省 其实有时候 你在局势非常不好 啊 视野又差 然后就比如说 这盘好 这盘其实 视野是不太差的啊 我只是打个比方 就这个时候 你比如说 你对局势很清楚啊 你跟队友说 怎么怎么样打啊 然后可以赢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打才好 其实这个时候 就是在都劣势的情况下 队友的情绪 也是很极端的 你有时候 一个语气的问题啊 一个 一个语气的问题 就很可能导致 就是队友的情绪 和自己的情绪 全面崩盘 对吧 有时候你是好意 但是大家 不是不那么认为 毕竟大家 就是怎么说呢 是 有时候单排的话 就是随机匹配到的 第一次当队友 就像是 比如说 你过年 或者是 过节的时候 给你前女友拜年 对吧 就像我一样 像我就是 比如说 一过节啊 什么的 我都会给我前女友 发消息 这时候前女友呢 就不领行 老实说 这个 你是怎么了 黄鼠狼给鸡拜年 这个时候 我一个大男人 我脾气再好 我也得发火呀 对不对 他怎么能说 自己是鸡呢 这就是 怎么能说 我是黄鼠狼呢 对吧 哎呀 这个真可惜啊 想想 这也是一段 陌生的暧昧 残缺的回忆 回忆里 有你有我 却没有爱情 总而言之 就拔个字 厌遇无罪 一夜 友情 哎呀 好啊 这个单挑肉山 看到没啊 两个小伙人 QQQ 加WWE 就能够单挑肉山啊 基本上是可以说 无伤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刚才那一波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啊 呃 首先 我们虽然说 是没有控制 但是我们能恶心人呀 你看 LV凤凰 这都是可以 就可以说是有 重生和起死回生 这样功能的英雄 对啊 然后 这样呢 卡尔才有放技能 和输出的空间 我们现在新奇啊 这个 干什么都一块干啊 你看对面新不起 小白自己来带线 很急 对吧 我一个吹风 他跳走了 还是被我吹到 后面有个白牛 我先放个冰甲 再放个冰墙 QQQ给上 我有对我怕什么 想切技能 但是没切到 然后这个时候呢 沉默开了一个大招啊 哎 后面还有一个蓝胖 我的输出技能 这个时候 可以切起来了 先切一个陨石 然后打蓝胖 打完蓝胖 发现我们只有两个人了 没事 一个吹风 一个雷暴 跳走 看一下自己的蓝 果然爆到了很多个 那个这个时候呢 我先 我以为打不过了 就TP回来了 没想到队友 还在那 还在那里打 我一个天火 想炸蓝胖 他直接躲了我的天火 不过没有 没有射击之力 我一个冰甲 一个刀片 再一个冰墙 富王斩 凤凰没有斩到 我QQQ加冰墙 这个富王动不了 动不了 就给我瘦死 切天火 直接追这个蓝胖 别想走 别想走 哎 在上面没事啊 我的QQQ马上好了 他还是走不了 看一下困充面板 他们应该没有人 会来救他 这个时候 我准备 跳过去 然后给一个 陨石 再给QQQ 再给一道冰 强加冰甲 最后 切一个刀片 打出伤害 还防止他TP 我的物理攻击 好像是有点不尽人意 不如人意 不过还是杀掉他了 熬夜的虫子 三海骄 我怕过谁 前期咋对我的 我现在已经19杀 12个助攻了 非常 吃得住对面 他就是 小YA他就是想带线推塔 但是我还就 真不让他带线推塔 他会跳走 因为这个呢 如果不先A他 吹风 把他吹在天上 他也是有可能跳走的 跳走的 不是有可能 是绝对可以 这个时候呢 你看他跳到就在CD了 然后 我 一个QQQ 配合小火人和跳刀 还有我的 土工啊 非常简单的 就把他给单杀了 我要让他的单独 带线推塔 这个理念啊 我要把他给推倒 这时候又是一张TP啊 我身上有盾 富王跳过来 沉默开大招 我什么技能都不切了啊 富王一个斩啊 你以为你的斩 现在还有多厉害吗啊 葬心 葬爱 葬施情 斩仇 斩怨 斩相思 你有这么牛逼吗 你 啊 我的队友全来了 我切一个冰墙 这个冰墙 你看 把他们全封住了 他们只能看到这个白牛死 然后这个蓝胖 我也不会放过 我切了一个 哎 我直接陨石加QQQ 然后往前追 这个蓝胖 我的吹风在CD 我只能一个冰甲加 这个爆蓝 全部杀光之后啊 我们推对方的下路 二塔 前期逆风怎么了 中路 中路 零分钟 五个人杀我 怎么了 我不能服输 因为我后面 还有很多期待的眼神 在网络上 有着这样一群人 他们孤独 他们游荡 但是自从有了浪子党之后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并且我们有了共同的目标 解放 台湾岛 获捉 林志玲 啊 你还跟我浪 我一个当拍把你给 掐死 其实这一盘 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忆一下 回想一下 就在二十分钟啊 就在十分钟前 对吧 胜利 完全是他们可以拿捏 他们可以控制 他们可以决定的 但是他们在推塔的时候 白牛塞我 他们要回去捕篮捕血的时候 打完团了 白牛塞我 对吧 好像是有点太过于纠结 啊 卡尔的使用者 或者是卡尔这个英雄了 他们抱团推 呃 呃 呃 你看这个时候 他已经秀不起来了 真的 我求你 给秀死我一次 行不行 啊 我看 我直接开BKB 一个吹风 丢下来 一个冰甲加冰墙 还来 一个天火 炸白牛 没炸到 再回头搞这个蓝胖啊 处理这个蓝胖 然后他们一直 哎 他还来 还想 看还想 又想 斩我 啊 斩我 不让你跳走 不让你跳走 哎呦 这个白牛 我有吹风 哎 吹起两个福 买活 赶紧 TP回家 抓不到我 对吧 他们 比如说推塔 要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敢守 其实以他们的控制和爆发 谁不能秒呢 但是往往啊 呃 局势 会倾倒在 倾向于就是 细节处理好 比较好的那一边 哎 跳不走了 小白 他到现在 还是想 过来一个人推塔 但是我可能给他 这种机会 啊 因为他一个大招 基本上就是一路 啊 怎么说半 半路高地吧 他一个大 呃 就能够很很轻而易举的 拆一个塔 我看 我在下路 准备弹杀这个 斧王了啊 就用我和大家说的 那个 哎 伤毛好像有个红点 那多塔 一还是比较难连的 为了百分之一 为了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刀片 加天火 这个距离的预判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 先一个冰甲 然后 刀片 加天火 我切一个QQQ 我没有切隐石啊 因为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哎 他动不动 你看到没有 我一个吹风 潇洒走人 人头落地 哎 你看 他的小命 我的了 这就是很简单 而且爆发非常高 呃 天火 然后 他其实 如果有刷新的话啊 他的伤害 最高的 打住了伤害 法系伤害 应该是 吹风 雷 爆 啊 就是说 呃 吹风 雷 爆 陨石 陨石 天火加币 或者陨石 币加天火 这样呢 就是一个 刷 就是不用扬刀啊 刷新前的五连招 然后刷新后呢 就是三个技能 陨石 天火 加刀片 这个八连 这个八连 就是多塔二的一个八连 多塔一的 因为他有CD的存在 啊 所以呢 他 连不起来 一般来 一般情况下 这个八连非常困难 呃 如果是连 最好的 最好的连法 还是 扬刀 先手 然后连这个 陨石 天火 加刀片 就是伤害非常高的 这三个技能 然后再刷新再一套 这个小白啊 和和和和我一样执着 还是还是想推塔 直接一个 冰冰甲 给他就是 捡他的跳刀 让他跳刀 不能跳走 跟啥小技一样 你可以看到 不管打什么英雄 你多打 啊 你 就是说 你不管打什么游戏 你多打 他肯定会有所成就 对吧 你 但是你 就是说 你可能没 没一盘用心了 或者不用心了 只要你多多玩 这个熟悉度在啊 是不会有多 不会就是说 呃 会有很多 就是失误啊 或者会有很多 不懂的地方 对吧 一定有他的道理 一定要多玩 就像卡尔这个英雄 我练卡尔这个英雄 是很晚才练的 就像生活一样 生活 他就是一只 看不见的储蓄挂 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 他都不会白费 可惜 现在时代变了 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都是 呃 好意勿劳 对吧 都想投机取巧 别说是赚钱了 连谈恋爱都是 以前啊 是要思考 哎 我们得交往多久 才能 我们得交往多久 才能 对吧 现在的年轻人 是要思考 多久 才能交往 你说这像话吗 啊 不管怎么说啊 咱们 说让大家一个礼拜看到两部视频 就 对吧 出了两期视频 呃 如果就是 还嫌不够的话 对吧 呃 闲暇时间 还有 虎牙直播 两个两期视频 加上四天直播 对吧 我其实我 真的已经是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了 只要你们不嫌腻啊 嘿嘿嘿 其实当你们看到这的时候啊 我已经在准备下一部视频了 所以呢 你看完这部视频 先可以逛一下淘宝店啊 稍作休息一下 然后呢 再关注一下我的优酷空间和新浪微博 看看下一部视频有没有发 看完两部视频之后呢 啊 如果你再无聊 你就可以来看我的直播了啊 呃 这一期的卡